于兰静灵音轻响 威严佛光照明王 宁缺此刻正觉纳闷 都说于兰灵可让明王之子现实 可自己现在却毫发无伤 雷翔场中无疑人理会自己 皆是面色惊恐看向身后 宁缺这才发现 身后的桑桑竟被那佛光摸障 周身乌鸦环绕 道道黑气从桑桑体内释出 眨眼间便已吐出一抹烟红 不过片刻 不知是那佛光还是魔气 将桑桑悬于半空 面色之中净显扭曲 宁缺身体发颤 眼神之中净显愤怒 当即七手搭弓 一道元十三剑射出 将那余蓝镜灵击落 随后腾空一跃 那身后破刀出鞘 这只命中期的玄空四手 竟直接倒飞出去 曲尼宝贝不知宁缺已破之命 首持宝杖本玉将宁缺拿下 只可惜曲尼终究是高估自己的实力 被那一记刀刚 直接震退 宁缺此刻才懒得理会曲尼 转身便将身后的大黑伞之初 只见这黑伞旋转于佛光之中 赐予那道道黑气缠斗 不多时 这嘈杂的大殿方才恢复寂静 齐山大师 这可是您的道场 现在迷你一句现灵了 您得给众人一个交代吧 这两颗四本就是齐山的修行道场 见众人进阶看向自己 齐山这才缓缓说道 宁缺不是明王之子 桑桑才是明王之女 此言一出 众人皆是一阵 此刻最怒便是宁缺 你们以前说她是光明之女 现在你们又说她是明王之女 我只知道 她是我从死人堆里面见了不来的 是我一口舟 一口舟的位大 你现在非要说她是谁的名王 她也指的是我的女儿 宁缺哪里想到 自己受夫子指引 道乱科寺就是桑桑 却给桑桑带来圣名女称号 定是这帮道貌岸然之徒栽赃陷害 老子不信 却听齐山说道 夫子如此大能 怎能无法医治桑桑 只是其体内阴寒之力 甚是鬼魅 夫子为求证真相 才让儿等来到烂科 而那踏入烂科寺的三道棋局关卡 正是为桑桑所设 那头一场破残局 俗世间无一人能解 唯独桑桑精通天算 乃凡人所不能及 也证明了桑桑不是凡间之人 那第二局和大棋手动名对异 这棋手本就擅长在棋局中洞察天象 结果两人竟落成平均 也就对应了天庭之上 黑暗和光明永恒的对峙 而那第三局棋 桑桑竟打破时间上的永恒法则 进入棋盘之中 虽无人知晓其中发生何事 可在这云云众生之中 没有谁能永远的保守秘密 超出凡人的算力 冥冥之中的天意 和对规则的无视 三个结果都归下了一个答案 桑桑的确是冥王之一 想来当年的光明大神官定是看走了眼 错误地以为冥王之子 降世于林将军府 才让宁缺满门遭到下侯残杀 宁缺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拖延死先 想等书院来救你 再叫上的书院 还敢来救冥王之女 不可能 如今真相大白于天下 桑桑是冥王之女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信奉浩天的宗门 此刻自是不能让宁缺二人离去 当即便下令要将桑桑击杀 可宁缺又怎会如其所愿 十几年的朝夕相处 两人早已不是简单的主伙关系 你们想要带走桑桑 那就先过问我手中的破刀 冥王之女 你别死 我要你死 你要与我们全天下为敌吗 如果你们全都要与桑桑作对 那我便只能与你们开战 眼看宁缺尤言不敬 这宝树禅师当即下令关闭了大门 一众修士立马朝着宁缺冲去 宁缺心中一惊 赶忙将桑桑护于身后 手持破刀与众人厮杀一片 可自己毕竟刚破之命 哪里能敌得过如此众数 况且那西灵神殿的神官 更是唤出了那树导裁局之光 眼看如此下去必为已 索性挥起那一把大黑伞 一道金光威压瞬间掀翻了众人 就此时 宁缺背起桑桑便转身逃去 可曲尼等人哪会轻易放过 正要冲去 忽然一道快蕾大阵落下 挡住了众人步伐 想不到竟是墨珊珊出手将众人拦截 墨珊珠 你也要和全天下为敌吗 我今天就是要让十三先手和桑桑离开这里 哪怕也全天下为敌